一整排超市黑色貨架 里头空空如也 早上才刚补货 青菜呢被抢光了 昨天去的时候鸡蛋都没了 全部空 整个空 菜也是几乎没剩一包两包 天好像好好的菜都比较 比之前的差一点了嘛 昨天晚上的话 可能大家都抢够菜吧 都没有什么菜了 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又没有 民众扫货的情形 29号晚上就开始 超市内 叶菜类货架 跟鸡蛋货架 基本上是一扫而空 三十号理应捕获了 但才到下午 不论是走到超市还是卖场 一樣各缺各的 譬如这间超市 青菜只剩空心菜跟地瓜叶 其他都没了 连一颗一百元的高丽菜 一样卖光 而这家台北亮饭店 则是鸡肉大缺货 召集等待捕获 两番业者表示备货量已经提高五成 不担心会缺货 价格波动也不大 但民众可能是因为恐慌心理 扫货速度更快 来到美食卖场 才下午就挤满了人潮 台湾民众提早备债 业者估计三十号傍晚下班后 人潮将达到高峰 就希望能在台风来临前 做好最充足的准备 三立新闻时哨周期的临台报道